我們辛苦店有限定 不知道剛剛超哥有沒有在門口開到那個 有有有 那個想看不到都不行 就像你漂亮到想看不見你也不行 門口這麼大的扛棒 你放那個飛利牛排 你必須一定要 肉控一定必須要 你們不要開早午餐店 你們應該開牛排店的 對不對 這應該是早午餐店的愛馬仕 限量10個 那10個我全包了 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剛才說完超班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大家都知道我是板橋人嘛 那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一個吃貨 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都在想 今天到底要吃什麼 那我現在發現在板橋 新谷捷運站 有一個很特別的早餐店 這個應該是一般早餐店 很難看到的品項 換一等級飛利牛排吐司 酒醒以後的胃 是不是需要一點肉類 來補充蛋白質 這個就看起來就很厲害 你在說你自己是不是 酒醒 沒錯 而且這間早餐店的老闆娘 也是美女 這是重點中的重點 今天就是我們美女老闆娘的系列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市民大道 開漢堡店的美女老闆娘 還有寶貝檳榔湯的老闆娘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福萊早餐店 在台北已經有四家店了 那它主打就是中心融合 所以我今天對它的餐點 也充滿著期待 我們對它也充滿期待 我們光看眼睛就知道是美女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男生與生俱來的 自帶雷達系列 重拍 老闆娘妳好 哈囉超哥 哈囉妳好 哈囉妳好 很開心看到你耶 真的是漂亮的美女 謝謝 我們家其實很特別 我們是台灣第一家 台式的板烤吐司 我們原本主要是做西式的餐點 但近幾年就是發現 想說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口味 不能把它融合在吐司裡面 發展廣大 所以我們就去把台式的這個元素 融合在餐點裡面 所以像這個熱炒蘿蔔糕大米腸 是我們現在是販售的第一名 所以我們常常說自己是被 吐司耽誤的蘿蔔糕店 因為現在就是賣得最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辛福店有限定 不知道剛剛超哥 有沒有在門口看到 有…那個想看不到都不行 就像妳漂亮到 想看不見妳也不行 門口這麼大的扛棒 放那個飛利牛排 對… 它就是我們 就是這是辛福店的唯一限定 在其他門市是吃不到的 然後再來我們會去幫超哥 做一個舊媽涼拌菜 裡面會添加香菜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清爽的沙拉 再來是我們的茶類 很特別是絕名子紅茶 是每天現塗的 會加入中藥材絕名子 有我剛剛喝過 我覺得妳的紅茶 在香氣啦 在口味的均衡上面 比一般的早餐店 好喝滿多的 那個紅茶喝下去 就知道有在用心做 超哥妳今天滿反常的喔 怎麼說 妳說我在認真裡面 喔有在認真裡面 我個人是沒有在吃的 我懂… 早餐界的女神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啦 妳的拿手菜是什麼 我的拿手菜是 阿嬤辣菜脯肉蛋吐司 喔這個聽起來也很好吃喔 它也是每天現炒的 其實我們台灣人對 台灣的這些辣菜脯啦 蘿蔔糕啦 蜜腸啦 其實都有一種異常的熱愛 妳如果能夠把這個做得好的話 妳可以滿足台灣人以外 妳還可以滿足很多的觀光客 從而認識台灣的這些傳統的小吃 我覺得這很棒 那我就開始來準備餐點 然後帶回來邊吃邊聊 謝謝… 我先入座 菜色太豐富了 妳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個叫做阿嬤秘方辣菜脯 是真的阿嬤的秘方嗎 對 是我們主廚阿嬤的秘方 它是每天現炒的辣菜脯 然後就是炒出它的香氣 但是因為我們裡面家是炒甜椒 所以它是有點比較偏中辣的程度 真的很好吃 但我覺得它的辣度 喔有有有 真的辣很辣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台灣人 滿喜歡吃辣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把辣的元素混合這種台式的風格 好吃 然後我們是加自己現醃的酸黃瓜 去綜合那個辣度 所以讓你吃很辣的同時 就欸 好像還可憐這樣 板烤吐司跟一般的早餐店的酥脂 是不是有什麼差異這樣 其實一般用機器烤 有可能水分會蒸發的比較快 那其實早期 如果三四年前不知道草果有沒有印象 有一陣子炭烤吐司 很有名 大家都很喜歡用炭烤的做 可是我們就覺得好像沒那麼健康 所以我們主廚發明了板烤 它就是直接上鐵板 然後烤 那它就是可以保持外酥內卵 然後水分不會流失的這麼快 所以我們才去做板烤吐司這個做法 把融合這個台式的元素進去 我覺得很好啊 他們家吐司也烤得很好吃 然後這個辣菜脯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你一定要來試試看這個 為什麼我當初會想要開早餐店 其實就是小時候 大家在念國小的時候 媽媽都會幫你做早餐 就是做一份吐司 但是媽媽做的早餐 給你做的好吃 不好意思媽媽 對不起 小時候每一個人媽媽 好像都喜歡做一些很創作性的料理 炒梅醬加肉鬆 對 諸如此類的 真的啦 所以蘇貝很喜歡吃 我吃了以後其實還蠻 對就另外一種感覺也還OK 不錯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去做一些 比較創意台式的料理 然後小時候吃到媽媽的早餐 其實都是很乾淨 因為媽媽一定會幫我們 把食材洗得很好 料理的道具 其實也都會用我們很乾淨 那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現在外面的早餐店 都沒辦法 好像吃得這麼的安心 所以我們不管是食材自己的挑選 或者是自己醃自己做到現年限做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由 SOP的流程去控制 讓餐點可以乾淨又好吃 自己做的品牌 你就希望它能夠 呈現出來是一個 讓消費者就覺得很安心 好像就是我媽幫我做的 感受到媽媽的心意 對 這就是我們的品牌精神 好的 我再來試試看 你最想吃到的 它是 你說 盎司菲利牛排吐司 用Prime等級的菲利牛排 吃下去真的很嫩 很好吃 然後裡面有 馬斯瑞拉起司 跟煮出的牛排醬 這是新普店限定的版本 其他商店是吃不到的 沒錯 它每天只有十份 每天只有十份 限量的 十份 對 那可以預定嗎 可以 提前代預定一下 好 提前代預定一下 這真的太浮誇了 肉控必須一定要 五分熟 肉控一定必須要 你們不要開早午餐店 你應該開牛排店才對 這應該是早午餐店的愛馬仕 限量 那十個 那十個我全包了 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裡面還有洋蔥 然後還有打蒜 像這樣 蒜片 超好吃的 炸過 它其實真的像牛排館一樣 我們想說有時候吃牛排 然後旁邊會有一些 炸過的蒜片 讓你搭配著吃 我沒有想到在早午餐店 可以吃到牛排館等級的 真的 我不不愛你 真的很好吃 小夫 你吃吃看 好嫩 這絕對是我在早午餐界裡面 吃過最好吃的 沒有之一 是唯一 它像是滷石夾那種 高級滷排館 對 很嫩很嫩 然後它的調味 我非常喜歡 它的醬是恰如其分的鹹 恰如其分的甜 都是清清淡淡的 這真的是必點 那好了 我還想說不好吃的話 我要叫主廚出來道歉 終於來到 我非常期待的一份餐點 對 這是我們目前銷售第一名 熱炒蘿蔔糕納米茶 這個製作手法是 我們先炸 炸鍋之後 再去用主廚特調沙塔醬 再去做熱炒的手法 裡面加入九層塔 然後還有像現在超可吃到的玉米筍 讓大家吃起來比較飲食均衡的感覺 很棒 又配上一顆半熟飯 對 然後最後還有這個解膩的小黃瓜 而且吃這個每次都會想說 很想要再來一瓶啤酒 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 對不對 沒問題 給開思一罐啤酒 這個主廚我覺得 它調的醬是真的很好 因為很多東西過於不及都不好 那它是用沙茶為基底下去調 可是沙茶的味道 並不會太過於突顯 就是外露這樣 這一份我記得才賣99塊 對 這是99塊 非常非常的划算 而且這個份量 你知道蘿蔔糕都是紮實的 米腸也是 而且我們的蘿蔔糕是手工蘿蔔糕 是手工蘿蔔糕 而且份量十足 你不要小看這樣 它滿滿一碗料是紮實的 從蘿蔔糕 米腸 蛋 到一個解膩的小黃瓜 其實飲食均衡 又不會太過負擔 我覺得這個很棒 你經營早餐店最大的困難點嗎 我覺得其實 經營一間店不難 難的是你要怎麼讓這間店長久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開了七年了 不管是很本土的行銷 發傳單啊 或者是網路上做一些社群啊 那時候有到里長那邊去發傳單 那里長是一個女生 可是他旁邊一些領長 算是阿伯 阿伯們 對 然後去發傳單 他們就很開心這樣 他說啊對對對 就是要來這樣發傳單啊 什麼 我們會去吃早餐 有啦 如果我是領長 如果我是阿伯 看到你也會很開心 有很深受這邊的照顧 深受這邊的照顧 對對對 這也是一個優勢 它很漂亮 它是我們美女老闆娘 這個系列裡面 前三名的陣 因為我們就拍過三個 對 好險有前三名 希望你們不要再拍了 那你就是永遠的前三名對不對 可以請你公布一下你的IG 讓大家知道可以follow你嗎 可以 我的IG帳號是 K-E-L-L-Y-L-E-E-T-W K-E-L-E-E-T-W 最近也有開了Youtube頻道 真的喔 對 想要跟超哥邁進 加油 像這邊的學生群啊 你有沒有遇過比較瘋狂的學生 就想追你 沒有 沒有 大家換你來追我 他亂笑來 幫我看一下號碼吧 幫我先抽一下 我們算是很幸運 一開始創立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有一道餐點 叫做煉如騎士大蠻多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很多一些報章雜誌啊 媒體都有來拍 所以就是 有突然爆紅了一兩年 但要撐過場其實真的很困難 餐點的方向 我也要持續的去觀察市場的趨勢 像原本我們只有走西市 但現在漸漸走到台市 其實是我觀察到說 大家其實還是很喜歡吃台式的料理 那要怎麼把這些元素 融合在早餐店裡面 就是變成努力 要去把它執行出來 這個真的是要隨時不斷的去 一直去微調 一直去微調 你要去看數字 這個東西現在一頁而銷售第一了 可是好像大家都開始跟我做一樣的東西 或是競爭者越來越多 你要怎麼在裡面撒出一條 屬於你自己的路 還要開發很多不同的新品 所以我們也會每天持續去看一下 這些商品的爆表 銷售的量 然後去再去調整這些餐點 例如說辣的賣比較好 我們可能就會季節性的商品 再多出一些辣的商品 對 這個又漂亮就有漂亮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 我比較關心這個問題 隊伍是從這裡開始的嗎 重點就是有特色 中西融合 然後安心 又安全 又乾淨 又有媽媽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早餐店 難怪你們 本身的評價就已經很高 謝謝 對 謝謝 謝謝 喜歡我們節目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告訴你 我這一輩子吃過最好吃的 普世甲牛排 都保證你晚來絕對吃不到 來人說如果那一份沒有了 就是我吃了 就是你吃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那一份留給你 連吃30天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怕了 對不對